在这个NTV记者马舒克 就是那个女记者 被这个车臣绑架的同一年 有一个叫兄弟的电影 播出了大受欢迎 应该说呀 这部电影吹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 兴起的第一声号角 表露出了呢 当时俄罗斯人对国外的一切 已经开始非常的憎恶 他讲的是一个叫丹尼尔的一个复员兵 回到了家里以后呢 他母亲就说 你去这个圣彼得堡找你哥哥威克多去吧 这样呢 你在这找不到工作 没准在那你能找到合适你的工作 刚一到了这个彼得堡呢 他正好就碰到了一件事 就救了一个在市场里边 绰号叫德国人的一个摆地摊的 一个男子霍夫曼 然后呢还结识了一个爱吃药的一个女混混 凯特 丹尼尔呢 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的哥哥威克多 结果发现啊 哥哥这时候已经成了一名杀手了 而哥哥这时候呢 正好接到了一笔订单 要干掉一名恐怖分子 一个车臣人 威克多呢 就说让这个弟弟帮忙 一块去干掉这个车臣人 丹尼尔呢 给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居住 尽管呢 这个丹尼尔成功的把那个车臣人给干掉了 可是呢 他却遭到了这个雇佣者的追杀 原来呢是因为这个呃 就是雇佣这个威克多的这个黑帮大佬啊 觉得他这个哥哥威克多太贪财了 所以呢 就想方设法呀 把他们哥俩都给干掉 在这个开这个油轨电车的那个女司机 兰娜的帮助下呢 丹尼尔成功的逃脱了 但是呢 在逃脱的这个途中 把这个黑帮大佬的一个手下给打死 打伤了 他跟这个女司机呢 也产生了一些感情 而且呢 一起还生活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 就丹尼尔呢 再次为他这个哥哥呢 去当杀手 又打死了大佬的几名手下 这大佬呢 就为了报仇 把他哥哥威克多 当人质 来想呢 除掉钱来解救他哥哥的这个丹尼尔 最终呢 丹尼尔把这些黑帮分子啊 统统的都干掉了 成功的救出了哥哥 他呢 又带着这大佬啊 那时候他缴获了一大笔这个美金 他带着这一大笔美金 离开了 然后去找那个女司机 想跟他一块远走高飞 可是这时候呢 这个女司机坐牢的那个丈夫回来了 而这女司机呢 仍然觉得自己啊 还是深爱着他以前的丈夫 因此呢 就拒绝了丹尼尔的要求 丹尼尔呢 就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啊 都只爱钱 贪生怕死 包括他这个哥哥 最终呢 他就离开了彼得堡 去了莫斯科 就这么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丹尼尔 迅速的就跟我们以前说过的 那个间谍片里边 那个史蒂尔 利兹 一块就成了这个排名 最前的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了 而普京这时候啊 就像这个男主角丹尼尔似的 就是一个从天而降 来到这个丑陋冷酷的世界 保护他的兄弟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强势 主动 不受任何政治正确影响 也不遵守那些所谓的什么西方准则 达连科呀 就在他的这个新闻节目里边 就把普京给比做了这个丹尼尔 这个达连科就说 大家看啊 我们现在面对的 那个普利马克福 他已经老的跟我们爸爸一个岁数了 即便我们说他有好心 他想办好事 但是他已经病得多的 根本就没法去战斗去了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兄弟 这一大哥 他又强势又果决 他肯定会出来保护我们 达连科这段时间呢 也经常的随着这个俄国的军队啊 跑到车臣去采访 而且呢 每隔几周啊 他就会把他收集到的这些很多的在车臣的讯息啊 跟这个普京见面汇报一下 顺便呢 也对普京进行一些采访 达连科呢 说回忆说啊 就说我每次一见到普京 我们呢都是主要的谈的都是这个车臣 我那时候就明确的跟他说 你需要派更多的部队 打更多的仗 而且呀 要打的再激烈一点 手段呢 应该更积极一些 我们呀 应该往这个车臣的纵身 不断的向前推进 他说普京每到一听的这个啊 那眼神 咔就亮起来了 说那你在节目中 你会这么说吗 达连科说 我当然了 我现在天天的 这个只要这个节目一上 我讲的就是这些 我就是要 这个大喊 我们就是要这个轰炸这些车臣的反叛部队 我们就是要用烧一旦 沿着这个人群去烧去 我们就要把他们通通的消灭 杀杀 俄罗斯军队啊 终于把这个车臣首都 格洛兹尼给依为平地了 拿下了这座城市 达连科呢 第一个就跑到前线去采访去了 他呢 一身黑 站在这个车臣首都的中央广场啊 就开始直播报道 背景呢 就是那个往来穿梭的那些俄罗斯部队就装甲运输车什么的 电视画面呢也在转播就是 达连科弯着腰仔细聆听这个当地的这个指挥官 给他在这个军事地图上啊 给他说我们现在部队是怎么怎么个部署啊 我们的计划什么的啊 另外呢也展示了就是让这个数百名车臣士兵丧命的那个雷区 他呢也去采访了很多就是那个来的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俄罗斯士兵呢在这个镜头前一致的表示 绝不会让车臣反叛人员夺回这个城市 你从这个电视画面啊 你已经发现了 现在整个俄罗斯环境都变了 那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主张停战的人 呃 现在开始允许他们的英雄人物普京去打垮击败车臣了 呃 好像在这个娱乐界啊 呃 与什么娱乐界了 舆论界 除了这个西七六夫 还在那个NTV他的那个结论 结论这屏幕 呃 栏目中啊 嗯 在谈论一些是不是这个 我们过度的使用武力了 我们是不是侵犯了这个人家车臣的人权了 而且呢也会在节目中转述一些来自西方的批评啊 但是啊这时候他的声音他的话就像一口吐嘛 吐吐进了一个大海里就被淹没了 克里姆林宫这时候啊呃已经因为这个车臣战争把它宣布为是一个反恐区域了所以呢这个记者啊是不能再像过去似的随便的进出这个克里姆林宫了你必须获得这个国安机构给你颁发的特殊通行证 呃在这个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啊你在电视镜头前你即便就是你去采访那些士兵 这些士兵都是谈论的觉得自己啊执行的现在这个军事行动是非常不必要的而且是太暴力了 而这第二次的时候啊你在采访这些士兵那镜头前说的全都是我们要俄罗斯统一 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而活力是我们的核心我们要保护它 反战的人现在已经是少数派了嗯能够嚷嚷出来的啊也就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啊还有一些人权的这个倡议的这些分子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啊什么自由派啊 大多都开始转向了嗯有一个这个自由派的嗯应该叫亚伯鲁党呃党他的主席呢就曾经就这些亚林呃叫亚弗林斯基 他就呼吁啊说的别打了咱们谈判跟那个车臣总统啊马斯哈夫好好马斯哈多夫好好谈一谈就行 这就这样可是啊就在这个整个舆论界包括政府包括过去那些年轻的改革派们全都支持普京 你像那个邱贝斯就直接就回击这个党主席 说这个车臣战争啊现在是我们俄罗斯的一个重生的战争 它是我们军队重建我们国力的机会 它加强了我们军队的信念 我们啊任何想反对这个这场战争的那些政治文物 那就是国家的叛徒 还是扣帽子了 这个连那个一直反对战争的这个葛辛斯基啊 什么马兰申科这些人啊 这就属于老的那套什么知识分子了 已经发现他连自己的电视台都控制不了了 马兰申科后来回忆说啊 他有一天呢就突然看到他管理的那个NTV 就在那正好拨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人质 被车臣战争的斩首的一个录像 他赶紧打电话就问那个手下蒂夫 因为这个蒂夫现在管这个具体的经营嘛 他是现在主要是弄那个卫星电视去了 结果他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够拨这种的恐怖的这种东西 完了你还不跟我请示一下啊 结果这蒂夫就直接说 说是内务部长那个罗夏洛让我干的 而且蒂夫呢也跟这个马兰申科呀说 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情绪啊 已经转变了 我们电视台必须顺势而为 必须顺民意 哎我们这时候就要成为国家的这个宣传机器 要不然我们啊就会失去我们的电视观众 俄罗斯这时候的舆论界确实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蒂夫呢大概在这件事情发生了几个月以后 离开了他参与创办的这个NTV电视台 到这个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去当台长去了 然后呢他就安安稳稳的坐在这个国家的机器上 眼睁睁的看着普京怎么毁掉他自己创办的那个NTV的全部过程的 可以说呀 这个个人地位高于国家的这个时代终于要完结了 在这个99年的除夕夜 也就是跨入2000年这迁徙 那个新年 叶利欣就在往常那个新年贺词上啊 开始发表他的这个新年贺词 在这个新年贺词中呢 他正式宣布他要卸下总统职位 把政权直接交给普京 这个叶利欣呢也说 说俄罗斯啊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治人物 和新的面目出现 而这个人呢 聪慧 强劲 精力充沛 他会带领着大家踏入新的迁徙年 呃 那个叶利欣呢也跟大家呢 这个道歉说我们呀 执政多年了啊 我们必须要离开 呃我要走了 但是呢 俄罗斯绝对不会回到过去 俄罗斯将永远直往前进 而我 我不能够挡在这个历史的路上 大家都觉得 哎呀 这个叶利欣这个演说太感人了 叶利欣呢 在这个新年贺词里呢 也是请求大家的宽恕 觉得呢自己这些年来呀 呃这些很多政策呀 呃他承认可能是用力过猛了 没能够带领大家步入到这个叶利欣 本来想带领大家进入的那个美好的这个结果 他承认呢自己做的很失败 但是呢他觉得我一切一切真的是为了俄罗斯 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紧接着呢这个普京在这个电视画面中出现 这时候的普京是在哪呢 在车臣 他呀穿着一个那个厚厚的衣服啊 呃也是正在这个呃 车臣去这个见当时的这些呃前线的士兵 呃慰问给他们颁奖 随后呢他也对着这个电视画面说了 说从今天起我接任总统的职位了 哎我呢保证不会让国家出现一分钟的权力真空 从现在起啊任何不符合宪法的举动和企图都将受到坚决的镇压 嗯应该说呀这一次的交接在个千禧年这一天交接 其实象征意义更大 因为其实普京早就开始行使的就是总统的职权了 呃 普京呢在这个电视上呢也这个对这个观众说 说这车臣这场战争啊 他不仅仅是关乎于恢复我们国家的荣誉尊严 他也是要终止俄罗斯的再次分裂 叶里辛呢是一个把俄罗斯视为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人 而普京啊是把俄罗斯视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人 他认为呢我就是国家的守护人 所以啊你准确的说普京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在这个千年这个千禧年祝福语中啊 普京就送扬了 就说国家呀是一个使俄罗斯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 而且是个动力 他能够团结这个国家中各个民族的力量 他认为呢这个个人的自由权利啊固然正当 但是呢不能够使国家强盛安全 所以呢他自己说我们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 另外一个版本的英国呀美国呀 我们俄罗斯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核心价值 这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主权 主权是什么就是地缘政治嘛 我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总之吧就是这个普京开始宣扬的就是国家至上 而不是个人自由至上 大多数俄罗斯人啊都觉得 这个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才是秩序的来源和保障 社会上普遍的都渴求着啊 国家再次扮演一个能够指引着大家行为思想 等等规范的这么一个角色 在俄罗斯历史上啊 真的是这个集体形式的这种生活 总是凌驾于个人生活的 而且父权思想也深深的直根于这个俄罗斯的社会的 大多数俄罗斯人啊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改善啊 跟自己的个人努力啊 自己的创新啊 企业家这个精神啊 整个联系在一起 而是呢把这些成就都归功于因为国家的协助和扶持 哎你觉得是不是挺熟的呀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那种自豪自发的爱国呀 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国家给予的 没人呢就在这个时候 好好的去品味过这个普京 在这个千禧年的祝福语 没人没人关心 这个时候的民调啊 显示呢是55%的俄罗斯人 都是希望这个普京 把俄罗斯的那个伟大地位赶紧给恢复了 再一次成为一个让世界上都来尊敬的一个强权的国家 仅有8%的人希望他带领着俄国 更多的向西方靠路 普遍的这个大多数人啊都觉得呀这个新上来的这个领导人啊从来不跟我们谈什么主意啊什么这那的啊从不谈意识形态 也不会把这个国家带回到过去那个苏维埃式的道路上去 他还是会继续的往这个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国家主义的这个大道上去的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有很多的这个自由主义者啊 那时候也认为这个普京应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独裁推行者 就是他能够使国家和经济恢复运转 是一种受过良好教育完了这个西方化的中产阶级 稍微这个中间偏右的那么一种派别的 另外呢他也相信这个市场经济经济自由的这么一个总统 有有这个大部分人啊普遍都认可 就是他特别像俄罗斯版的那个皮诺切克 他上任第五天吧这个有一份报纸 就发表了一篇亚文的文章 这亚文就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 阿尔法这个银行的这个总裁 他呢这个亚文呢跟这个普京很早很早就是好朋友了 他就把普京比作那个皮诺切克 他说呀我倒不是说我支持皮诺切克这个人 而是我觉得呀他是一个政治家 是一个能够带领国家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一个政治家 他这个人确实独裁 但是他不贪腐啊 他支持他的自己的那个经济学家那团队 支持了十年把这个国家搞得那么好 啊这么做绝对是需要勇气的 而我我觉得我在普京身上就看到了相似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总统必须用独裁的手段 才能推动他后续的改革的话 那我想就让他独裁吧 普京的祖父啊 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的这个厨子 在这个共产党主席金纳迪和这个柳加诺夫 他们庆祝斯大林120诞辰的这一天啊 他们举办了一个集会 这普京呢就在这个办公室也召集了所有的这个议会各派的主席 集体向斯大林也致了敬 在普京看来呢 斯大林呢 呃 不能说他是一个压迫者 当时他是这么表示的啊 他觉得呢 他只是一个国家权力的一个终极表现 普京绝对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他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 他其实这次亮相 这次这么致敬 只是要维护各方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普京是亲眼目睹过苏联的经济衰退 他知道啊 这计划经济绝对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一开始就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方案 呃 你比如说吧 就是弄了一个低税率的单一所得税制 应该说这个方案啊 比这个过去这几年什么重建政策呀 包括什么这个 怎么经济改革啊 各种各种的方案 都更接近于自由经济的 他的经济顾问呢 叫这个安德里 伊拉列奥诺夫 这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而他的那个财务部长啊 库德林 那个库德林呢 就是寡头圈的一个成员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普京 没打算要废除这个资本主义 普京统治的最初几年啊 嗯 确实是让这个俄国的中产阶级 满怀乐观情绪 甚至啊 你可以说当时的俄国到处都生气勃勃的 加上当时啊 石油的那价格开始猛升 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啊 直接就飙升到百分之十 让大家呀和包括政府啊 你可支配的那些收入成长的更快 普京统治呢 他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会给你们安全 稳定 自豪感 我会让店铺充满了商品 我会让你们有能力 有钱出国旅游 而且啊 我还不会拿什么主意啊 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来烦你 他的这个科里姆林宫要求的回报是什么呢 就是你干你自己的事 你别理会政治就行了 他这一个普通的要求 获得了大众的欣然统一 这时候莫斯科呢 第一家EK 就是那个挪威的那个家具店 在这第一家落成了 中产阶级这时候都忙着组装 那种斯坎丁尼娜威亚风格的那种家具 没人有那闲工夫 搭抵你那个什么政治 咖啡店啊 什么电影院啦 什么滑冰场啊 健身猪心啊 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本土的歌手啊 乐手啊 都是层出不穷 这时候呢 大家也开始像那西方人一样 一边喝着卡帕奇诺 一边读着这个俄罗斯商业报 这是一个这个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再加上俄国的这个三方的一个合资创办的这么一个报纸 舆论界啊 这个出版界啊 这时候 纷纷的都推出的一些 他们认为的这个楷模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年轻 受过教育 大都市化 而且欧化 这些推出来的这些楷模啊 大多数都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 但是呢 对这个公知这个字眼又都非常的排斥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关心政治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